魏全在第一輪選的王維忠到現在的廖正蕾 其實你可以看到整個投手的一些雛形慢慢的有起來 就是說剛有講到王維忠是一個先發 那廖正蕾可能是在中後半段這邊 那甚至如果表現更穩定的話 他也是一個closer的人選 那你可以看到他從這個東盟的時候 其實在幫魏全打的時候 其實他的表現一直都相當的好 那我覺得這邊也得到的這個 葉軍帳總教練的一些這個加分的一個效果 因為葉總是捕手 他的觀點會比較更直接 又更好懂一些 對啊就是研造他給我那套東西 然後去做這樣 然後加上今年一來又有劍民 欸我們給神敗 對啊再綜合一些東西 其實都大同小異 就是一些小細節我自己有沒有注意到這樣子 當然葉軍帳總教練在不管他去年這些東盟 其實控球當然 我覺得每個人的評斷不同 就是說控球分很多種你投進好球 有人覺得這個控球 可是有時候這個人他可能是投在邊邊角角 那他的失投比較沒有那麼多 可是他的保送可能會看起來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以這個葉軍帳總教練他在觀察的時候 他覺得說雖然他可以忍受他一些這種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就直接可以投進去對決的一些球路 那他還是看到他的一些能力包括他的150公里的速球 那他的紙插球還有一些他面對到一些這種大場面 甚至一些危機的時候他的那種在投球的一個霸氣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難在一般的選手上面去看到 我認為我們在投手這一塊確實還有很多的空間可以讓這個位置這個區塊更加分 那所以大概是今年的目的大概就是這樣 可以當closer或者可以當selaman的人 其實真的不是這麼好找 那就是你撿來可能你就是要一睹 你葉軍帳總教練可能覺得我撿來我有機會把它修好 我相信我的教練群 對 你給你找回藏你 我相信我會不會給你 我相信你也會不會給你 我相信你是不是不是 我相信你們是 但有一種種拿來